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郭靖安 推兴趣建立作 新推荐 我来了 双场如战场 为了胜利 为了成功 它诡计多断 它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有两种 有一种就是 我不给你好处 我还要把你全部拿回来 但是贺天生不同 他要把你的东西拿回来的时候 他一定给你好处 他要你输 也输得心里很符 他会给你一个教训 让你成长 贺天生 你别再演戏了 你一直装好人帮我 是想吞了我们卓家 艾拉 你误会了 我是真心想帮你 但是一家上市公司 就是一家上市公司 我们要对小股东负责 如果他的性不够狠的话 他怎能可以赢他们呢 就是因为他贪心 他有一个启发 就是做人应该要满足 新竹很重要 贺天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小人物 慢慢去爬升到一个首富 所以他一要达到这个目标 目标的话 他一定要坚持 走 我不想看见你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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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快死了 看着他 等他死了 快点死了 这是一个表情 没有反应的表情 旁边的基础人员也觉得 哇 现实当中我碰到这个人 我真的很恐怖 贺天生应该这样说 这个人物没有安全感 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我觉得 他的感性没有 他跟他的老婆是同一个方向 但是当他当成一个首富之后 他要再到一个高峰 他希望能够成为世界的首富 他知道他不可以再相信任何人 他才能到这个高峰 所以他没办法 他一定要放弃这一段的感情 卓丁瑶的性格 他觉得我错 因为他觉得人情是很重要 利益应该把它放在第二 贺天生跟卓丁瑶就是不同的概念 所以在最后编剧也把这个人物 固定在一个状态里面 知错能改 善莫待焉 他没有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就对 什么就错 你全世界的人知道 我用钱控制了所有的人 好啊 你记得越清楚越好 到时候留着跟法官说 建议跟我说 我有这一场戏的时候 他给我各个剧本 我也在看 哇 真的很难演 我没有这个病 然后再网上找很多的东西看 然后我没办法 我只是把这个镜子放在字子里面 然后对着镜子 再把这个剧情去演 我觉得如果再演的话 我会更好 一代财经销熟 终将要为字子防下的罪行负责 结局如何 还请继续 我是郭静安 新推荐明天见